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千锋教育出品的外部网页设计课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做这个 函数旗舰店的Banner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Banner呢 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这个对象 然后呢 函数加工呢 给它复制一层 我们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 给它提高到百分百 叠加呢 我先给它改成正常 让你看得更方便一些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点击一下U 找到它的形状 找到它的填充 把填充关掉 然后描边我们给它一个 这个描边的颜色呢 我们给一个白色的 描完边以后啊 我们接下来给它Ctrl T 按中Shift键加Alt键 以中心的等比给它缩小一点点 好 点击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设置它的描边的粗细 描边呢 我们给它来一个区中描 设置完描边的粗细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给它在这里设置描边的属性 比如说我给它用这种圆点的描边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给它稍微往外拉一拉 拉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U 这个描边呢 我感觉描得太稀疏了 对吧 我们可以点更多选项 间隙呢 我们可以从2改成1这样的效果 然后你看 它就变少了 是吧 它就变得这个密了 对吧 然后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1.5 也是可以的 点击确定 这个呢 我们也做好了 那描边的粗细啊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9.6 我给它描一个12 也是可以改的 改完以后啊 我们卡住T 按住Shift键加Alt键 在中心等比拉大一些 我们不给它白色 我们可以用白色给它叠加 用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 这个呢 我们也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Ctrl加Go 复制一层 CtrlT 按住Shift键加Alt键 以中心的再等比缩小 我们没有给它复制上啊 Ctrl加Go 复制一层 CtrlT 按住Shift键加Alt键 以中心等比缩小 CtrlShift键加U中过号 给它移到顶层去 移到顶层以后呢 我们这里我们就给它小一些 比如说给它个六像素啊 给它个八像素 对吧 然后再给它再来一圈 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 以中心啊 好 确定 然后让它放到导航的笔布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Banner嘛 Banner我们要给它装饰得漂亮一些 好看一些 让这个里边的文字呢 显眼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做完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多来几层啊 Ctrl加Go呢 我再复制一层 往里缩小 缩小以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U 我再给它改得细一些 是不是 给它一层一层的往里去改 比如说这个给它改成三吧 Ctrl加Go再复制一层 CtrlT 再往里缩小一个 缩小以后啊 这个给它改成二啊 一啊 等等啊 就这样一圈一圈的 让它有一些 这个层次感 对不对 有一些层次感啊 就让它做得更精美一些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些呢 我们都做好了啊 比如说我暂时呢 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Ctrl加分号键 调出参考线 调出参考线以后啊 我们选中这些对象啊 CtrlT 我们给它适当的 再整体拉大一些 这样的一个效果 确定 这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吧 我们看一下啊 给它拉大一些 稍微拉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确定 好 这里目前我们就做好了 做完以后啊 我们去给它打这个里边的文字 文字我们根据它的原形图 函数盛点 对吧 2015.3.10 那我们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 好 2015.3.10 CtrlA全选 什么样的字体呢 白色的啊 肯定显眼一些 CtrlT 然后呢 自由变换 给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先把文字啊 给它先打上去 全部打上去以后 我们再去给它编辑 然后接下来 函数 胜点 打上去以后啊 CtrlA全选 我们给它来一个 左对齐的形式 CtrlT 快速地拉一个你想要的大小 对不对 好 这个也做完了 做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 五折不止 狂欢不停 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 好 Ctrl加空格 然后给它切换 然后给它切换这个 输入法 打完以后啊 那你选用什么样的一个字体啊 对吧 它的交互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们都要去给它进行编辑的啊 好 CtrlA全选 CtrlT字符 我们要让这个文字显眼一点 建议大家呢 就给它用一个粗大显眼的字体 在我们的这个字体里边啊 你可以哪个粗啊 哪个大呀 哪个显眼 你都可以去运用的 比如厉害呀 板黑呀 都是可以用的啊 这些字体都是可以用的 你用厉害也行 用板黑也可以 你看一下你用什么样的字体 当然了 你这个字体啊 也是可以进行编辑的 你比如说我怎么去编辑啊 我可以用连接法呀 用溶眉法呀 用钢纸法呀 或者说用这种底涂法 等等 简化法很多啊 都是可以去给它做的 比如说我用板黑的形式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字体选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 比如说 冷暖的搭配嘛 我们可以选用一个 这样的暖色系的 也是可以的啊 暖色系的色系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颜色 当然了 你也可以给它选用 渐变的一个颜色啊 好 我暂时呢 先给它用这样的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呢 它又显得没那么立体了 我们看一下板黑好 还是立黑好 立黑也行 板黑也可以 板黑的话显得有点扁 当然了 你要感觉不是特别好看 你可以给它120 这种的一个效果 或者115 给它稍微拉长一点啊 变形一些 也是可以的 现在啊 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 Ctrl A全选 Ctrl T字符 看它的字间 就我现在暂时给它清零啊 清零稍微有点那个 太密了 给它稍微的大一些 然后接下来啊 我选中这个文字以后 我就可以给它转化为形状 转化为形状干什么 我要进行给它编辑 怎么编辑呢 你看一下啊 我可以适当变形一下 让这个文字呢 显得更有创意 更有艺术 对吧 怎么变形呢 你看一下 我选中这个文字以后啊 我可以用小白啊 选中它的点 比如适当的变一下 可以变成什么手法 比如说 变成这个连接法的形式 它跟它相连 谁跟神相连 是不是 稍微连一下呢 效果可能会好看一些 比如说这个跟这个相连 然后它有一些创意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文字 让我可以适当地给它 长一些 变形一些 对吧 不是说让它显得很单调啊 你这样连的话 它就有一些 呃 艺术感 有一些创意在里面 你可以简单地去连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嗯 我们连到这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其他的啊 我们也可以自行的去连 比如说你不想连了 也可以不用去连啊 啊 你比如说你看这里 你想连一下 这都是可以改的 选中它们 然后你可以上条 对不对 上条条到这儿 调完以后啊 选中这个 然后往这边去拉 是不是啊 再拉到这个为止就可以了 啊 然后呢 这个 你要不要给它连在一起 啊 好了 我暂时呢 我就用这种的一个连接形式 我给它连好了 连完以后啊 你要感觉这个黄色太单调 你也可以双击进入图成样式 给它来一个渐变叠加 进入渐变编辑器啊 然后我们给它适当地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颜色 我们给它改的亮一些 对吧 然后这个颜色呢 也给它亮一些啊 就这样去给它稍微设计一下 创意一下啊 好 好 这个呢 我们就做完了啊 做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啊 点击一下确定 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 选中这个 这个呢 我们也给它用统一的字体 比如说也是把黑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也给它稍微长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字呢 我们也看出T啊 稍微的大一些 对吧 显得不让那么的空嘛 狂欢不止啊 狂欢不停 五折不止 这几个字 你可以用西 西书 然后呢 比较细的一个字体 去给它进行创意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给它做的时候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用一个颜色对比 粗细 然后还用大小的对比 不同字形的对比 还用这种连接法的一个形式啊 去给它创意 所以说我们在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你要有一定的手法 用什么样的手法 去给它进行编辑 这个呢 我们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那接下来 比如说它不只是一个banner 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去 给它画这个交互样式 交互样式呢 我们可以用 制定形状工具里边呢 比如说制定形状工具里边 有什么样的箭头的形式 对吧 我们可以找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箭头 去给它代替 比如说这种箭头 然后啊 比如说我画一个 嗯 画完以后啊 它的颜色啊 我们点击一下U 给它来一个白色 然后我们Ctrl T 选中这个对象的图层 Ctrl T Enter Shift的键 给它旋转90度 确定 点击一下A小白 然后呢 选中这个 再选这个 选中这个 按住Shift 再加选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改的 稍微的细一些就行了 不用让它太显眼啊 好 Shift A 切换小黑 选中以后 我们再压扁一些 啊 不要让它 嗯 角度太深 能角度浅一些 好 这个呢 我就设计完成了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交互样式 当然了 嗯 你可以这样去点它的交互样式 那你说我不想这种去设计 好 你也可以怎么去做 我们Ctrl T 给它这样 再旋转90度 然后呢 给它放大一些 放大以后啊 我放到这个 合适的位置 放到这个地方 确定 点击一下A Shift A 小白 然后呢 选中 按住Shift键 加选 这三个点 然后呢 给它微调 调细一点啊 基本上啊 一像素就可以了 好 做完以后啊 我们再稍微压扁一些 确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它以叠加的形式啊 叠加的形式呢 它是有这个效果 但是它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箭头也不用太大 小一点 嗯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了 接下来 你用小黑复制它 按住Alt键 这边偷转复制一个 右击鼠标 嗯 Ctrl T 右击鼠标 给它水平翻转一下 确定 这边呢 也有一个 然后你看一下 Ctrl加分号键啊 隐藏我们的参考线 这个我们的BANA呢 就已经自作完成了 这是我们所设计的一个 轮波图的形式 好 BANA制作完成以后啊 当然它的交互样式呢 有很多种 你呢 这是一种 然后刚才我所表现的另一种方式 也是可以的 你看你用哪一种表现形式 好看 美观 你就用哪一种表现手法 这个BANA呢 我们就已经自作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哈 制作完成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呢 就开始制作 它的这个 产品了 产品的设计啊 带金券等等啊 这些 我们都可以按照原型图的形式 比如说这里 它的交互样式是这样的 那这个交互样式呢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进行创意一下 好 我把这个删除一下 然后这个呢 我用小黑选中 Ctrl T 按住Shift键 给它旋转90度 那我就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Ctrl加分号键 调出这个参考线 我们看一下放到哪个位置好一些啊 好 放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效果 会好一些 Ctrl T 给它稍微的小一些 然后放到这里 它的一个交互样式 Banner里边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面呢 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的那种交互样式 去给它表现 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中 它们所有的对象 我们点击一下移动工具啊 点击移动工具 选中它所有的对象啊 Ctrl加哥呢 编组 这都在组里边呢啊 给它扔组里边 好 编完组以后 我们接下来呢 给它起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叫做Banner 啊 这个完成了 给它锁定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绘制它的内容栏目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Banner呢 完成一下 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加入千锋UI学习营的群 6098-06-985 6098-06-985 6098-06-985 你可以在群里去咨询你的问题 然后有专业的老师给你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